中国,这片古老的土地见证了无数朝代的兴衰更迭,从秦始皇一统六国开创了中国的首个统一王朝,到清朝末年的溥仪退位,历史两千多年的封建地址终于画上了句号,在这期间,众多朝代如走马灯般匆匆而过,长寿者如汉唐,享过数百年,短命者如新朝,五代,几十年间便烟消云散。 引人深思的是,为何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朝代都难以卖过三百年这个坎呢?这里是史约馆,订阅我,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。 自秦朝起,中国历史上的主要朝代及其享国年数如下,西汉二百一十年,新朝十六年,东汉一百九十六年,三国十七六十一年,西建五十二年,东建一百零四年,南北朝十七一百七十年,隋朝三十八年,唐朝二百九十年, 五代世国十七七十七年,北宋一百六十八年,南宋一百五十三年,元朝九十九年,明朝二百七十七年,清朝二百六十八年,可见,除了汉唐明清等几个少数朝代外,大多数朝代的寿命都未能超过三百年,这究竟是何原因呢? 明军南继,昏军频出一个朝代的兴衰,往往与皇帝的个人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,明军如汉武帝,唐太宗等,他们文治武功兼备。 使国家繁荣昌盛,然而,昏军如明朝的嘉境帝,万历帝等,他们荒废正史,迷信方术,导致国家衰败。 历史上,明军之后,往往难以继承其伟业,而昏军的出现,则加速了朝代的灭亡。 这种明军与昏军的交替出现,使得朝代命运充满变数,以唐朝为例,唐太宗李世民开创贞观之志,使唐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。 然而,到了唐玄宗李隆基时期,虽然前期有开元盛世,但后期却宠信奸臣,荒废正史,引发了安史之乱,使唐朝由盛转衰。 这种明军与昏军的对比,鲜明地揭示了朝代兴衰的一个重要原因,土地兼并,民不聊生。 在封建社会中,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。 然而,随着朝代的发展,地主阶级通过各种手段不断兼并农民的土地,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。 这些流民生活无着,往往成为农民起义的导火索。 历史上著名的农民起义,如秦朝的陈胜吴广起义,唐朝的皇朝起义等,都是由于土地兼并引发的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。 这些起义虽然最终被镇压下去,但对朝代的稳定造成了严重冲击。 以明朝为例,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现象日益严重,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。 这些流民生活困苦,纷纷加入农民起义军反抗朝廷的统治。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城,迫使崇祯皇帝自以眉山。 这充分说明了土地兼并对于朝代稳定的重要性,军队腐化,官吏贪污,朝代初期,军队往往战斗力强大,纪律严明。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,军队内部的腐化堕落现象逐渐显现将领们贪污军饷, 克扣粮草导致军队战斗力下降,同时官吏队伍也逐渐庞大臃肿起来。 他们贪污受贿,迅速舞弊,使得国家机器形同虚设。 这种军队和官吏的腐化堕落现象在朝代后期, 尤为严重成为导致朝代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。 以清朝为例,清朝初期八旗军队战斗力强大, 为清朝的统一立下了汉马功劳。 然而到了清朝末期,八旗子弟已经腐化堕落不堪一击。 在对外战争中,清朝军队屡战屡败,最终导致了清朝的灭亡, 这充分说明了军队腐化对于朝代兴衰的重要影响。 同时,清朝末期的官吏贪污现象也十分严重, 如著名的和珅案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之一。 这种官吏贪污现象加剧了社会矛盾, 加速了清朝的灭亡进程。 唐朝是一个让人震惊的中国, 在李世民当政期间四方臣服, 无人敢摸老虎屁股。 毛主席曾说过, 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, 让敌人感到害怕, 那时候就证明你已经强大了。 同样这个比喻也适用于唐朝, 在李世民的时代, 唐朝积极开疆扩土, 赫赫武功天下文明, 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种心理反馈, 由于李世民将唐朝定义为一个强国, 所以无论武功还是文化都让天下人心服口服, 几乎有些国家争着抢着往大唐派遣留学生。 学习大唐文化, 比如日本、朝鲜、越南等国家, 一旦国与国之间有什么矛盾纠纷, 唐朝就要负责调解, 不管什么事情, 其他国家都必须服从, 就跟今天的美国一样。 不过美国还达不到唐朝不怒自威的程度, 唐朝就这样扮演着一个联合国的角色, 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建立联合国的一个霸主, 当然, 这也是唐朝的担当, 以和平为己任的大国责任, 唐玄宗李隆基时期, 这一年长安天将大雪, 唐玄宗禁院赏雪之时, 忽然想起边赛将士的束手之苦, 想起边赛将士怎么办? 传指宫中, 紧急赶制一批棉衣, 送到边疆给将士们御寒, 而承担这项任务的, 自然就是那些在后宫从事杂役的宫女了, 说到宫女, 隋唐以前只选用梁家子, 及七科之外的人家, 隋扬帝以后, 为了满足日益扩大的后宫工作需要, 什么七科不七科的顾不上, 范围扩大到贫民, 罪奴, 而且还没有服役期限, 这种做法被唐朝继承下来, 导致宫女一入宫, 就成了皇家终身的奴隶, 除非赶上皇帝恩典, 否则, 永远没有出宫的时候, 话说待在宫里也就罢了, 普通老百姓, 谁不是一个地方一待就是一辈子呢, 可宫女呢, 皇帝未防止宫廷机密外泄, 未防止他们在宫中传播是非, 索性规定, 未经允许, 宫女们不许私自走动, 不许私自与外人交流, 家里人也不行, 否则, 一律是以严厉的惩罚, 到底怎么个严厉法呢, 唐朝永辉年间, 也就是唐高宗李治在位时期, 内庭太常事宋四通, 因同情宫女的遭遇, 借出宫办事的机会, 帮宫女带了一封家书, 就这么一件很普通的事情, 被发现后, 宫女连连同宋四通, 居然一起被唐高宗处死, 后宫的要求就这么严, 在这种情况下, 所谓故国三千里, 升宫二十年, 一生和满子, 双泪落军前, 有宫女听到这首诗, 便泪如雨下, 肝肠寸断而死, 不应只是传说, 有感而发而已,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, 身处深宫的宫女们, 是很少有与外界交流机会的, 如今皇帝下旨, 给边塞将士缝制棉衣, 一想起自己手中的衣服, 可能穿到一个陌生男子身上, 立刻便有宫女觉得, 看生活有了意义, 生活有了意义怎么办, 对于这个不知名性的人, 随之越来越是熟悉, 仿佛已能感受到他的气息, 于是, 便在不知不觉之间, 一缕情思暗计, 并很快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, 大约一个多月的光景, 这批代表皇帝恩典的棉衣, 顺利送到边疆, 顺利分发到将士们的手中, 之后, 一个离奇而又浪漫的故事便发生了, 边塞部队有一个很普通的士兵, 在感受这份来自长安的温暖时, 忽然发现, 棉衣的内衬上, 似乎用军秀的字体, 写着一首诗, 士兵仔细一看, 但见这首诗写道, 沙场征战客, 寒夜苦为眠, 战袍精手作, 之落阿水边, 蓄意多天线, 寒情更振眠, 今生已过也。 愿解后生缘, 原来这是一封来自深宫的情书, 具体诗意, 不必多做解释, 因为这份感情, 没有任何文字, 能比这封情书表达得更加完美, 通过这封情书, 士兵分明感受到, 宫女的细心, 体贴和无奈, 分明感受到, 宫女已将这次不经意的邂逅, 当作宿命的安排, 然而却很无奈地说, 这辈子我们不可能在一起, 那么, 就让我们来世相约吧, 一位仙弱的女子, 含着泪向她叙语, 向她微笑, 仿佛已成了可以生死与共的情人, 于是, 士兵觉得她应该做些什么, 可她仅仅是一名士兵, 又能做什么呢? 思考良久, 直闯主帅军帐, 向主帅禀报了这件事, 主帅也被此事深深地感动, 感动怎么办? 连夜上书, 报与朝廷知道, 如此一来二去, 事情就传到唐玄宗李隆吉尔中, 唐玄宗也被感动了, 当即传召后宫, 寻找这位给士兵写情书的宫女, 因为担心宫女害怕的缘故, 还特地声明, 不加罪, 宫女终于出来主动承认, 并忐忑不安地等待自己的命运, 唐玄宗感慨地说, 无语辱, 结今生缘, 何必要等到来生呢? 你们今生今世, 就结为夫妻吧, 故事至此戛然而止。 没有人知道, 士兵和宫女的结局, 然而, 谁能说这封唐朝留下的写给士兵的情书, 不是真正的浪漫呢?